人是不知足的,你次次都白给了,只要一次拒绝,就抱怨你不够意思,忘掉了你所有的好心好意,心是灌出来的,你回回都让步,只要你一回不先让,就说你没良心,推翻了你所有的包容付出。 虽然都说交朋友是不分高低贵贱的,有钱有势的不去抱歉,没钱普通的不会看便,但是我们比试的是实情假意,重视的是加心比心,不要以为你的帮助,你的亲近所有就会能换回同样的回报。 世上总是有不知感恩的人会让你伤心,会让你感觉好心都为了狗,不要以为你的宽宏大量,你的包容大度,就能换回一样的坦诚,世上总是不缺少这种不知感恩的人,忘了你的爱恩情,含了你的心。 人哪,越懂事,越没人疼,因为他们知道即使忽视了你,你也不会生气,不会无理许闹,越坚强,越没人心疼,因为他们知道,不管多困难,你都能扛下去。 所以,少和是多的人在一起,你会很累,因为你需要小心翼翼,一个不留神就会受到百般挑剔,一个不好会忘了你所有的好,少和自私的人在一起,因为你怎么做他都觉得是应该的,而不懂得自己也是要付出,少和心眼多的人在一起,因为你的善良玩不过他,少和不懂珍惜你的人在一起,因为那人不值。 在乎你的,要加倍在乎,冷落你的,就不屑一顾,这就是爱尊丰明的性格,对你好的人,定当勇全相报,对你不好的绝不应接应靠,这就是自尊自爱的原则,别管坏了,不知领情的人,别累饱了,不懂感恩的心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